我爸我父親 my father my dad 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歡給我各式各樣的建議 所以我爸動不動就三不時都會這樣子拍拍我鏡頭說 小凡爸爸跟妳說 Hi 我是Oprah 今天呢就是剛好也是清明年代 就想說想了一個主題 那天跟少總剛好在聊天的時候 想到這個主題應該可以拍成一個影片 應該還蠻好玩 所以就是久違的脫口秀 你們也看到抬頭就是那些年大家給我的建議 大家是誰呢 我的大家AK就是我爸 我爸我父親 my father my dad 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歡給我各式各樣的建議 但是我每一個建議也都是有放在心頭上的 趕快先事前先做一個防備 免得我爸就是一千年沒看我影片今天剛好看了這樣 今天這個抬頭就是說 有沒有那種就是當你懷孕的時候 他就說啊絕對不想吃冰的 當你講痘痘他就說你是不是用卸妝油 當你單身的時候他就說你一定是眼光夠高的這種人 我們身邊都有這種很愛給各式各樣建議的人 當你不斷是工作上生活上感情上 他都有各式各樣的建議 彷彿自己是吳淡如還是吳若泉一樣 有永永不全的建議可以提供給你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說我爸對於我的YouTube頻道 跟我的YouTube生涯有什麼樣的建議跟規劃 我爸從我以前大學到上班開始就有不停的建議 就是你覺得應該要多用點心 然後就是在這個課餘時間如果當別人在打籃球 當別人在打網看 你是在看書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會比別人前進幾步的那種人 善於利用時間非常愛看書很勤奮向上的一個中老年人 我爸也不是中老年人他是輕中壯年人啦這樣子 我們把它分成一個這個分類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說大概分兩三個等類是我爸一直以來 就是明明沒看我YouTube頻道 但是不斷給我YouTube頻道的一個建議的小故事 所以如果你對這故事有興趣的話呢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就是一開始我其實是去全美的補習班教書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的教訓方法就跟別的老師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英文底子的那種老師這樣 所以我就有把一些戲劇的成分加進去活潑啊什麼 加上我自己非常非常愛小孩 你們也知道我就是有多愛小路 跟各式各樣的朋友的小孩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是我爸就開始覺得 欸他好像很常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可以讓我融入我的生活 然後你們也知道我是一個就是多麼孝順的女 我都會說 哇真的很不錯耶 好喔 那我之後可以這樣試試看 或是我跟我爸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爸我跟你說上次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會很想要把什麼事業都跟他分享這樣 就以至於呢 我慢慢堆疊了我爸的這個信心 所以我爸呢 後來發現我在拍YouTube的時候 其實我爸都會給我各式各樣的意見 差不多在我們10次的對話裡面 會有兩次出現到這個 這一些YouTube的建議裡面 我們可見說這個機率應該是有五分之一 我數學沒有算錯的話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等的一個機率 我爸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視語言的人 我爸客語講得很好 台語也講得很好 英文也講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爸看那個書 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單字可以難得到他 就是我不知道我這樣講會不會過於浮誇 但是我自己認定就是 我就是上次連問我爸mortgage 就是房貸的英文怎麼拼 我爸都是立刻朗朗上空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拼 我就覺得天啊好崇拜我爸 我爸就是那個 人體那個陰漢磁點是不是 之類的那種感覺這樣 所以我爸動不動 就三不時都會這樣子拍拍我鏡膀說 小凡爸爸跟你說 你其實在你那個頻道裡面 其實爸爸 爸爸也不知道你那個 其實那個要怎麼看 我也不知道你那個一彎訂閱是不是很多 這樣在你們那個茫茫人海裡面是不是很多 但是爸爸覺得你已經很棒了 可是爸爸真的給你一點小小的建議 我覺得你可以把你這個語言 那個融會貫通進去你這個頻道 你這個頻道應該會比別人更豐富 台語的部分呢 你們也知道我的台語真的是 就是要說我自己會台語 我自己都是有一點低憾的 我只有一次在大三的時候呢 就是參與我製友 就是少中的製作 就是他自己弄了一齣戲 小劇場的戲 然後那一齣戲裡面 裡面我是演一個講全台語的媽媽 就是還穿我媽的衣服 就是很像是阿靖的前身的感覺這樣 然後那一齣呢 最後我有一個兩三分鐘的母親的讀白 就是用全台語硬背的 然後那天我外婆還從什麼內力這樣穿得很漂亮 那種回溜溜的那個 她有去Sedle巷口阿春 Sedle這樣150塊的那種 那種點棒絕 那種頭髮去看我 然後據說現場有一些學姐是聽到我的旁白 是有這樣哭這樣 我的台語大概僅止於就是在這個地步 我覺得如果你要我去演拋啊 現在的話 我真的會很像 當初出道的韓語的那種程度 我爸就說 你應該就要把你台語練到那種順口 Ryu也講得很棒 欸你們不要看不起台語喔 那個台語很多那種 R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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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g 我們不是在說他 我們是說他那個是非常融合氣氛的那種 可是我爸說的又是另外一種 那種就是可能真的是把詩詞歌婦 就是白日衣山靜的那種就是改成台語的那種 就是我爸希望我把這個融入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他覺得這是會一個HIT 好不好 整個變黑頭排行棒的感覺這樣 再來還有台語 因為我爸的台語很好嘛 然後再來還有 再來還有客家話 客家話的部分就是本身就是我爸的第二母語吧 國語再來就是客家話他們從小就是客家人 我小時候呢跟阿嬤做的時候 我的客家話是真的非常的好 好到呢就是我小學的時候呢 參加過中立市 桃園縣就是各大客語演講比賽 我最高是拿到桃園縣第二名 那個時候呢就是一切都是由我爸主導 他幫我稍微寫稿 然後把它弄成是客語式的好笑 但是其實直至今日為止 我都不知道那個好笑點在哪裡 因為我就是硬背的 你知道因為他講的是那種比較偏那種 聞粥粥就是真心的有 那種把那種一些壓韻啊 韻腳放在裡面 然後我媽就是負責就指導我肢體啊 的部分就讓我比較自然的表演這樣 我每次回鄉下 以前我們是每個禮拜天都會回鄉下 回鄉下一天我大概要念三次 或到五次那個故事 就阿嬤還說阿嬤 阿嬤你來聽喔 然後我爸就會用客語說阿嬤你來 然後他就會叫我小凡 就是就是我 小凡AK就是我 然後我就會站在那邊 然後就是念給所有就是姑姑們聽 我就會說 我就會說 然後就開始這樣 講那些客語的話這樣子 然後我爸就是希望呢 我客語可以融合進去這樣 然後我就是這一件事情 他應該已經講了差不多是有一年半左右了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達成 是因為我客語根本就不 我們家有個表姐 他也是讀戲劇 其實他是台藝大 然後那個表姐走的風格就跟我比較不一樣 他是比較屬於hyper風格 那時候我姐就是龜寧宴的時候 我爸他們叔叔就請了一個變形金剛 然後那一打開就是那種 喔金剛閃閃那種霓紅燈這樣 然後一上台就是我主持 然後我爸就覺得 天啊我大女兒結婚 我小女兒主持 然後我在叫我最愛的那個侄子上來彈個吉他 我子女彈個鋼琴什麼的 太棒了 我就是要這種林家的精神 然後那時候我上台主持的時候 我就是走一個 因為那時候在那個百貨公司上班 就覺得自己是比較有一種氣質的感覺 但一樣是要不失幽默 所以上台就說什麼 各位叔叔伯伯大家無安 感謝大家力臨我們林家的婚宴 那今天呢 我們林家大哥為大家準備了非常豐富的酒水 就是要讓大家吃飽喝飽 再滿足的回家 如果你現場發現吃不夠喝不夠 我們立刻直接到主桌長林大哥 他還會幫你負責到底 那等一下還會我們林家小孩自製的表演 非常的精彩 所以大家絕對不要錯過 我就走這個風格 就是在台上 然後就是這樣 鮮飄飄這樣走下去 就穿這麼高的高跟想要穿那個墨綠色的樣子裝這樣 然後我的那個表姐後來一上台就說 哎呦 呦呦呦 大家好 她說 阿姐阿伯 你們家有開心 你們家有存不? 今天呢 是我們林家這座的婚禮大家送丟丟 然後大家就說 丟 然後台下就超級無敵的開心 整個氣氛就 轟到爆炸這樣 然後我爸就這樣 哈哈哈哈 笑得這麼開心 然後我想說 我爸可能就是想要讓我把這個風格 融入在我的YouTube影片裡面吧 這樣 反正我爸講過要把我語言匯入 就是我的頻道裡面講過非常非常多次 我爸其實根本沒有看我的頻道 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說 其實我的頻道裡面 我的嬸生是有參與一部分就是 小小的台語 這個應該算是有融會到我爸的那個建議 但是阿淨的部分是真的是 我有一天靈光乍現了 就是跟我爸一點關係 我沒有 鋼琴的部分 我爸每次都說 啊小白你在那邊叮叮咚咚咚 爸爸真的覺得你那個鋼琴應該要好好的融入到你的頻道裡面 讓大家知道你是多麼琴奇舒嬅樣樣精通的小孩 然後我就說爸你也太浮誇了吧 所以就當我爸在講鋼琴這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由此可證 我爸真的真心的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他真的沒有在看我的影片 你們也知道 你們數數看鋼琴這部分出現在我的影片多少次 而且我每次拍影片 無論放在Instagram或是放在YouTube或是放在Facebook 我的收視率都很像是南桃園有線電視 一到四百台裡面 最後面不是APN的那幾台的那個很 就是收視率極低的冠軍娛樂台的那種感覺 就真的沒有人看啊 就隨便上個Gearity With Me或Talk Show 都可以立刻幾千一萬這樣 但是我的那個冠軍台就是永遠收視率都是一兩千 永遠喔 永遠Stay Forever都是一兩千 所以其實骨子裡呢小凡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女兒 所以每次我爸跟我提出各個的建議的時候 我都是非常以一個抱持著感恩的心情 然後跟爸爸說 好喔我下次試試看喔 欸這樣也不錯欸 嗯好喔 但其實反正就是因為爸爸也遵循著 從來沒在看我影片的這件事情 我想我繼續做自己應該也是 總有一天可以出人同地了 好啦今天其實只是想跟大家說一聲就是 突然那一天在跟潘聊天的時候 想到就是我爸一直給我的各種建議 聽起來是蠻好笑的 我身邊就是有各式各樣很愛給你意見的人 但沒有關係我們雲淡風輕的看待這一切 好好把連假過完 大家在家裡好好的玩Switch 好好玩動物森友會 或是好好跟男女朋友爸爸媽媽寵物朋友感情喔 好啦今天影片短短就到這裡啦 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主題想要我聊天的話 可以在底下給我一些意見 不然我也是沒有東西可以聊 像我這次還特別寫了一些小抄 以便就是有一些我想起來的細節但忘記講這樣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明天應該是不會有影片的 一到五有影片吧 那我們就下周見囉 掰掰 當你長痘痘的時候 別人就說一定是你很想吃鹽酥雞 或是當你單身的時候 別人就說一定是你眼光 一到五有影片 又是用蘋果嗎